杰伯老师 今天的成交量也太小了吧 可是量小好拉抬啊 看节目 好小喔 预估量才1000不到1100耶 对我那边大概早上看到1200以下 那很显然台北股今天大概就是1100 1200左右的成交量而已 那个应该是近期的新低量 但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 这样挺好的 台阶界DV跟你讲 上周我讲过台北股市很有可能在 Christmas的前后 瞬间就发动了 有喔 原因无疼 因为外资在休假的状况下 成交量一定萎缩 是 但每次都是这样 要么圣诞节前提前发动 要么圣诞节后接近元旦前 就是现在这个礼拜会发动 所以台北股市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成交量虽然小 但个股并不寂寞 你看那个谁 那个什么 中华生啊 今天涨停 生医的啊 是 耗顶 是 生医的啊 耗顶长停 生达 生医的啊 生医的啊 不是跟你讲过生医就动了 对呀 上周合一中天 我们朋友们 你的合一中天长停不就是生医吗 对呀 生医股 不是一直提醒你 12月生医股很有戏吗 没错 就是轮流发动 那在等什么 等这些生医啦 或者像今天还有那个谁 6806身微能今天创新高 能源股 除能啊 对不对 生医能长多了嘛 你看他隔壁的好兄弟 6443的元金 又底部几张一根了 有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 我如果撇开加全值数不看 对 不管台积电 不管联电 不管联发科这些全值股 其实行情并不差 但David刚刚讲的缺一个什么 缺电子股啊 对呀 应该要至少有一个电子股 一个族群发动就好 至少一个 现在还没 今天还没 今天还没有 对对对 有的是已经在路上 那还没啊 正在来的路上 不排除等一下会长停了 哇塞 因为我刚跟平化 录节目前12点半 刚好瞄到 欸你来了 好那我买 欸这么谁 你来了 好喔 是哪一档 等一下早天再跟大家讲 好喔 不然没有我们贴期待一下 我们刚12点多买的嘛 对对对 现在12点50嘛 应该蛮有机会的 老师在录音前当下说 欸你 我看到了 你来了 那我就买了 对你来了 我现在想说 你什么时候会来 既然你来了我就 因为我们不会预设 哪一档股票 哪个族群什么时候发动 对 但是他一发动就会进场了 嗯 所以他说你来了 那我帮你一下 喔 我帮你一把 推你一把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所以这行情并不差 是的 不要听说哎呀这个成交浪 对低迷啊 加权指数又来到近期的低点啦 对不对 亮缩对不对 代表什么 什么可能会有新低价啦 听他们在乱讲 老白人公 老白人公一直看不懂嘛他们 把这看涨说涨 看疊说疊 他们什么时候看懂过了 也对 他们都是事后写剧本 事前租一样 事后租格亮 哎 又讲出来了 又讲出来了 糟糕对不起 所以老师 今天读缺电子股 今天就缺电子啦 不然就排不错啦 今天缺电子啦 今天真的是青色 因为今天所有的电子的大主流 次主流都没动 都没动 今天涨最多的就是生衣嘛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衣器类的 跟生衣相关的 是 然后呢 再来有什么 黑黑黑的 光光也涨了 有有有 就是涨一些比较 对 另类一点的 对 光光类 然后呢 生衣类 中化生 中化生啊 甚至你看我们刚刚讲嘛 那个 那个谁 元晶嘛 这也是节能 绿能相关的 没错 今天大涨 有的大涨 所以 但我讲嘛 量小好拉抬 的确 如果明天后天突然一发动 股票一涨停 我也不意外 趁着 这个外资放大下去了 对 其实我会提示给大家听 因为外资看的是全资股 对 看的是加权 没错 但内资呢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贵卖 其实你看 来评话 我们今天这张字卡 我上次不是写加权指数 今天10月26日吗 对的 量小好拉抬 来下面 下面 有没有看到投薪礼拜五就买了 是耶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一模模一样样 明明加权指数看起来不怎么样 对 那投薪你怎么礼拜五买那么多 是啊 他们也知道啊 最后一个礼拜有可能先拉 所以我先买了 买到来放啊 是 不能等到拉上去 你才追不就慢了 所以你看外资在上个礼拜 其实都是在 对 外资上礼拜 都是 前后都是买的 但投薪 上礼拜五 怎么投薪买了30亿 对 还挺多的 他们讲的不是跟David讲的 是一模一样 一样 早就料到了啊 所以你真的要股票先买好哦 股票当然是要买便宜才好 谁给你买贵的 真的 这一高 从来都不是好现象了 所以老师 这一波的生衣股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生衣就是说 从11月中 有跟你说生技股开始动 你就看到了 从1795美琪 创新高 有的 对不对 1760保龄富井 创新高 好样的 C 然后再到 老师最近长一些奇奇怪怪的 怎么连那个从来不长的浩鼎都长了 对耶 对不对 他真的是今天也是第一个哦 底部其中第一个 是第一个 但浩鼎真的是 可能在题材上的素人就很多了 他只是落后 因为大家都长过了 就他没长嘛 对 是 所以 他算是一个 他也不算是一个指标嘛 对不对 不是 他不算 生衣的指标绝对是 美食跟保龄这一种的 哦 他们先发动了 对 你看谁先发动都知道了 哦 美食最早嘛 所以美食很快啊 是 所以亲老朋友不要等到 股票不要等哦 真的 你不要等到涨停说 哦原来涨了 对 那我真的会有点晕啊 今天老师买了这档股票 平花真的见证到 哦你说我怎么看他怎么拉 看他怎么拉的 他还没涨停不起啊 方法 但那个敲单的方式 老师一看 啊 对了 对啊 就买啊 然后我就说老师好 我给你一点时间 然后就开始发发发发发讯之后呢 你就看到那个线就是 就往上 我终于见识了 老师就说 嗯 你应该看过很多遍嘛 我说我当下是第一次 因为平花看到的都是已经快涨停 已经是快涨停的了 我是当下老师 你看我怎么发讯这件事 对 边发边拉啊 对对对对 很奇妙 很奇妙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种感觉好特别哦 投资表可能没有办法去感觉到 不会啊 你是委员就 你看我发完抠讯 他怎么动就知道啊 真的真的 你就发现 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 很有趣 而且我先讲 我们买法通常都是减便宜 嗯 我很少去上去才买 没有没有没有 老师都是底部 然后呢 我不太喜欢减便宜啦 嘿嘿嘿 好 所以亲爱的朋友 到底今天Dave老师 买了什么股票 生意股吗 还是 生意股本来就买了 所以我今天买的是其他的 又调了左眉 买的是其他的 到底会不会最后呢 中场是收掌停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难啊 因为我看今天的敲单的速度比较慢啊 但明天应该是有机会啊 到底这礼拜会有几根掌停板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吗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哦 在元旦前先赚个小红包之类的 对小红包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亲爱的朋友 接下来呢 邓老师又向中了哪些的族群个股 喜欢用掌停板来写日记 喜欢买不停 转不停 然后呢让你甚至转掌停的标的的好朋友们 务必跟紧脚步咯 那么你提醒好朋友们 还没有订阅YT频道的 还没有加入LINE的生活圈的好朋友 赶快来做加入 好处真的是多到说不完 我们先休息会儿 等会再回来 刚才你刚才念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看 好 如何 不是 如果他隔壁那个也动 那搞不好今天就会了 隔壁的谁 比较贵的那支 对嘛 你这个敲就对 这样就对 他再来一点点那支上去 再支就上去了 对 他就等他 不是他们就是 一组的 就是对 生命共同体吗 你浓我浓那种 对对对 你浓我浓耳朵龙 为什么是你浓我耳朵龙 你浓我浓我耳朵龙 你浓我浓我耳朵龙 有这三首 美丽果 真的吗 真的啊 是那个改编的 真的不知道 三四九一 哦 很明显吗 明显 那等他等他快快快 啾啾啾快 好了 观众朋友们 那相信大家 慢慢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David会这样买股票了 很多东西 等收完盘 都很好讲 对 随便你讲 是 反正有买没买 直到会员知道 也没人知道 但我们是盘中在告诉你 哦 这个在动了 那可以买 所以为什么David会说 其实今天的盘 虽然量小 成绩量不到1200 其实真的蛮小的 但他其实股票本身 并没有并不寂寞 只是因为电子骨没动 所以 你不会感受到那个火力 那个热力 这样子 因为你又比较没有feu 是 因为镜长一些奇奇怪怪的 对 你可能绝对都不会注意他 长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 是 在这个时间点 合情合理 哦 容易上下其手的 他就跟你讲 这内支主导的行情 对啊 那内支去干嘛拉台基地 要不要打个派 对啊打个派去 对不对 内支也不会随便拉半导体股 也不会 更不会就像IC设计 也不会 进拉一些什么 老师 买这种奇怪怪的 什么元金 怎么没什么赚钱 那么生威能 他赚那么一点点 你还创新高 那上礼拜合一涨 你怎么算 对 合一赚更少 但是股票200多 那合一 因为这一卦都是 没什么 就量小啊 量小啊 然后没什么EPS啊 对 有题材啊 有题材啊 对啊 没业绩啊 就共同点哦 这一块都这样耶 不 你看嘛 那个生威能也知道吗 对 然后你看之前的合一 中天也知道 哦 都是这一块的 1743合一 他们的逻辑很像 很像 哦 都是这种 有题材 你就会觉得说 这就没有什么基本面啊 只有题材而已啊 没错 我已经跟你 我从10 10月底 就跟你讲过 没错 第四季 一波段上来的时候 就是长这样 那你不要太在意指数 指数在这边是因为 外资在休假 所以加恩指数 不太多 甚至它上次跌破横向整理之后 在那边混啊混啊混啊 今天成这样 你看现在预估量1100而已 大概1100 这都正常 大概1100这都正常 这都正常 位置持续到元旦 农历年前 不是 你错了 是这礼拜就会动 这礼拜就会到咱么快 咱么快 咱么快 对 我不知道是哪一天 今天明天后天 会随时 随时随时 居然问我说老师老师 那为什么昨天不买 今天买会长庭 因为他动了 对啊 动了我就 祝他一臂之力 哦 原来 大盘也是一样啊 可是老师你受操作的时候 你会借由一档的股票 然后去推另外一档的股票 不是 他本来就是一起看的 不是推一档推一档 是一起看 哦 要一起看 要一起看 打个比方嘛 你今天你希望台积电涨 那台积电涨的时候 什么条件 就表示外资你买的很猛 对 那所以你第一个看到台积电涨的时候 你会想到 那信价便利很强 嗯 这才对嘛 这两个人是要成立嘛 才合理嘛 那就是要推指数嘛 对对对 所以推指数说其他中小型股不动嘛 对不动 这就进修了嘛 但在台积电动之前 有没有什么迹象 会知道台积电要动 台积电相关的表现动 对 以前不是教过吗 哦 对嘛 这样推才有意思啊 一步步慢慢去推一下 对 不要闷瞎拆 哈哈哈哈 好的 拥有的不准 对对对 好 会准也不会准 一直准下去 会准哦 这个用拆的 用拆的 拆热透就好了 老师你热透都拆不准 我热透是电脑选后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没有 在台北股市当中呢 嗯 在盘中我们看到的是 同一个画面 如何解读 你有之前有看那个教训影片 对啊 其实我都讲过了 老师都有交给大家 那 现在的操作 没有啊 我们就干嘛 今天有机会发动股票 就先开始准备了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明天它如果再动的话 可能就涨停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礼拜 这几天的工作就是 哪些股票正在发动 就先减好 哦 好哦 就先减好 是 所以看明后天 正式启动的时候 会不会直接涨停 目前来看是蛮有机会的 是 所以也建议好朋友们 如果您真的 想要来迎接 农历年前的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哪些股票是有机会喷的 甚至有机会 从农历年前 涨到农历年后的 嗯 那你现在就要买了 哇 因为 你现在今天讲 今天是12月26 26 对昨天Christmas 嗯 26到 这礼拜五个交易日而已 到明年1月的封关日 也是没有多久 嗯嗯嗯 就是大概1月左右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 哪些股票 先发动的 你在封关前 要么老师我不想参与封关 嗯 我就会了解嘛 是 老师我觉得封关这还可以 我就再多赚一点嘛 嗯嗯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要先 买好 先买好 不是涨上去来说哦 可以买 那不一样 那慢了好几拍了 那只是给别人赚而已 对啊 诶 诶 老师那照这样子一个操作的tempo 来看的话 这几天甚至进行买的股票 嗯 都还蛮有机会的 哦 这很明显啊 你看它这种辣 我开始来听 比如说这组 这组 对不对 这种小不辣机这一组 因为会人别人知道 我们有一组股票是 都低价那一组 对对对 你看一个70块一个30几块 一个50块 对对对 就这种低价的 这一组啊 你看 瞭解到身份的又几大了 对对 我说这些股票都很好玩 你看它没有明显的发动 可是你看 你看 老师直接教学了 你看 他是不是这样说出说到最后 你看他只插就是我刚讲的 什么时候 然后来那一根而已 哦 那个火什么时候点上去 那拿那一根整个就上去了 啊 这就是上次老师讲的 那个像旗子 三角收敛到最极致之后 就来一根就上去了 哇 那反而会一点 那很可怕 那就很精彩啊 那就很精彩啊 这一块就会直接 哦 了解了解了 了解了 所以比方说 老师今天成绩量低 今天什么如何如何 大部分的时候 你都不太需要去管加权指数 是 其实是这样子 解决大部分的时候 了解 需要讲的时候我会提醒你 好好好 所以我平常不讲盘 对 浪费时间 哈哈哈 对不对 花多点时间在股票上面 对啊 你就看今天的族群 到底是谁强 谁弱 说到这个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 老师那航运股行不行 航运呢 其实上离拜我是提醒你的 不行 不行 记不记得平话 我们上离拜讲什么 你看2612 2612 我记得好像中航吧 对中航 礼拜五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创新高 尽快跌停 对 请问这三天之内 航运股发生什么变化吗 没有啊 没有变化 基本上没有变 三天怎么基本上会变 卖脑脑脑 都不会啦 那为什么 对啊 你买航运的逻辑是什么 哦我要参加配股配型 对 因为我知道明年航运一定不好了 有 所以我在期待今年 这些航商赚到的钱 在明年要配给我嘛 我就有高的质地率嘛 嗯 理论上 是 是这样 但实际上 请问这些航海王们 配多少 谁决定的 不是股东决定 不是不是 是公司决定的 欸他 我想起来了 宁愿发年终 宁愿发年终 也不见得要配股息给你啊 对 因为他就跟你讲说 他已经留一步了 我现在2022了嘛 明年2022才要发嘛 那我2024也不好 所以要保留现金 留现金 对 我就睁大了眼 所以 我离拜五有讲喔 大家都听 听到 没有我只是说我们 不小心猜 如果有雷同 不小心猜对啦 所以你看马上就立马 喔原来是这样 I got you了 就像最近开始有人说 哎呀明年金融股的配股配携不好 哦 废话 真的喔 你要能存金融股 去买美国公债不就好 也对 也是耶 对啊 美国公债不会买 台湾不是有债券ETF吗 是 所以亲老朋友 所以我跟你讲 明年债券ETF你买很好 哦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现在其实最近就有人在讲 对 债券ETF 所以很简单嘛 我上次不是讲过一个逻辑 你是巴菲特 现在最有稳定现金流的是 不是纯什么股票 嗯 不是 是买公债 哦 你信不信 你去慢慢查 包括下的公司 那个接下来 再进步会再大步提升 哦哦 这边有一定的 是 因为以前巴菲特干过这种事 哦 了解了解 他只是 把 再来玩一次 对再来玩一次 把那一套搬拐再一次 对 因为他在意的是现金流 这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很在意现金流 嗯嗯 现金流除了 也比方说 有些银行业 或者说他很喜欢一些零售业 现金流完整 或者是像苹果这种稳定的公司 嗯 但是这些公司都还是有风险 谁最没风险 美国政府公债啊 哦 他不会倒吗 不能倒 对啊 倒了没人可以接 真的 倒到不能倒 对 好 来了来了 持续还是要关注老师讲的 这些的族群 我跟你讲的东西 很快都会实现 你连想都不用想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对 但如果你有兴趣去推敲一下 你可以去Google 为什么对于会这样讲 是 好的 好的 好来 老师我们第二段了 来来来来 我们聊多了 在聊 还蛮多的 因为刚刚聊到那个量太小 你就一直想到太小的事 哈哈哈哈 录音前笑蛮久 对 录音前平话已经笑到一个不行了 我真的笑到歪掉了 我跟你说他那个真的是很经典 哈哈哈哈 这个公开节目不要讲 真的不要讲 真的是太歪了 我会被提不要钱 来咯 第二段咯 来 欢迎十月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家长朋友 呃 近期到底要关注什么样的族群各国呢 其实老师已经把 tempo剧本 慢慢慢慢的帮大家铺好了 其实我已经铺好了啦 只是我要一点一滴的勾勒给大家看而已 可是投射朋友有个坏习惯就是 我要看到 一定要看到长 看到长上去才有Q 对 就像你最近看到 老师680的身份很强 拜托 你已经20块赚走了 你知道吗 即便他今天创新啊 你已经先赚了20块了 你八十几块买去了 你二十块赚去了 是啊 你已经赚到口袋里的别人才能说 哎呦 身份好强喔 我跟你说 人在贱迷你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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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用喊的不会有钱 所以你看老师 对啊 老师带你买的是 这个呢 对 12月2号 12月2号 12月2号的这一根呢 底部齐赚的第一根 然后你赚到20块钱的价差之后呢 价差 会议老杰送他 是 现在你的资金是放在另外的 我们在parking新的股票 是啊 这些过了就算了 股票本来就赚进口袋就好了 不然你要跟他天长地久 不要两会就 6806 生威能 破例能力并没有非常好 他不是台积电 你没必要跟他天长地久 所以老师这一挂的 比如说除能啦 绿能啦 我跟你说 股价好看啦 但是业绩拍拔啦 业绩看不到啊 看不到看不到 对吧 就是那种主持一把啦 对 分手拍拔啦 对对对 长得有feu啊 有feu啊 很强啊 在转往要记得走 这就是妖股系列的股票 对 反正第四季就妖里妖气的 也没基本面 只有题材 过例能力也不是很明确 对 没错 但你从技术线现行 或从筹码的分析 那就是一波给你赚20块啊 对 有没有 是 啊赚到就好了 还问那么多 哦 活你了解嘛 了解了解 那老师你今天买的这个 啊 股票呢 这个哦 就还没涨停嘛 涨停再跟大家报告 涨停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啊 这个先买再说嘛 看这个德性是不错啦 所以今天即便是量能这么的小 诶平话诶平话我跟你讲 是是是是是 诶我先讲哦 哦 现在几点 现在现在13点11分 1点11分 1点11分 还没收盘哦 对 盘在跳哦 是 盘在跳哦 来 我先讲哦 好 我认为这一挂 嗯 这一挂 就会朋友们 我们去锁定那个低价的那一挂 也是很要的那一挂 对 已经在 他在发动的路上 他在发动的路上 他在发动的路上啊 他已经在 这个德性是对的 嗯 吹油了 就是 人家已经 哦 进入起跑线了 麻烦把这个安全带系好 不不不不 你买好就好 买好就好 还没买好的人还来得及吗 还没买好更好哦 我先讲哦 万一明天掌停 不要说我们预告哦 老师今天很周期 现在1点12分 1点11分12分 对不起先讲哦 我带你先买好的 那个邀里邀气的 对对对对 那一组 那一组 就是30块50块那一组 很低价那一组 很低价 对了解 再来的路上 再来的路上了 嗯 现在我们正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拉法其实很可爱 好啦 反正我慢慢的跟你介绍 因为我之前教过了 这个拉法实在是很可爱 不是你就 我先跟你讲哦 我暗示各位一个逻辑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David很喜欢早上9点 到9点半买股票 有 要嘛就是什么 12点半以后 对 我要买早的 要嘛就是早场 不然就是午夜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时间点 都是主力最喜欢拉股票的时候 哈 他们有个惯性 大家都有这种习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 就跟着 没有 不要问 更好就好 对 有的时候不要了解这么的多 了解越多 赚得越少啦 哈哈哈哈 跟着老师的抗讯 一个可怜一个动作 这样赚得快 对啊 就像很多人问说 那个那个 为什么某某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 那个画的故事 为什么有些画 可以从六百万变几亿 对啊 有几个亿 我收完盘做不是跟 我昨天 上离拜不是跟路然丁 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 我说你不要小看这些人的idea 你真的是聪明到了极点 完全理解什么叫物以稀为贵 是 这种厉害真的是高招 不会你学会了 老师有说股票 一样啊 股票上也是 然后我当下说 也是吗 他说对啊 一模一样 有哦 有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好朋友们 不要觉得 老师你的股票 为什么可以掌握得很好 对 逻辑是一样 嗯哼 这都是有机可循 有方法 有节奏 有逻辑的 人家都示范给你看 还不学 对啊 老师的操作的方法 赚钱的方法 也是同样的方法复制 我就是示范给你看 我们就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没有会更 你真的要更好了 好啦各位好朋友们更好就好 那长多的一样 像森林那种长多的 你就获利了结不要追 好的好的 获利了结不要追了 20块钱 我们已经获利率带了 可以的啦 卖八十块够的啦 不用天长地久啦 20块拥有就好了 曾经拥有就好了 不用曾经拥有 20块我有就好 因为你曾经有会给我来 对 我们20块已经获利率带了 我真的有20块 已经拥有了 够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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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量小不要紧 老师说其实 量小好拉抬 好拉抬 股票是不寂寞的喔 尤其是那老师给大家看了 你看投信 上离拜就开始了 外资都是在卖的喔 这几天放大价修了 就让他去休假去 修久一点没关系 他修他们的 我们挣我们的 也对 想那迎接农历年前的行情 哪些的股票你一定要关注 一定要买到 一定要浪在手里 可以要先行卡位的机会点 不要错过了 对 其实我真的强烈建议各位 你趁这个量小的时候先卡位 你不要等补量再自己来 那都慢了 真的慢了好几拍耶 量喔 成交量这一件事喔 被当作一种技术面 技术分析的指标 比方说 量能不足 对 那什么时候量能足 涨上去的时候量能足 对 没错 好 来 评话 10月27日 请问成交量多少 10月27日 我们空单回补反省座座座的第一天 成交量才1700 1700 平话那时候是有人说 成交量不足 对 补量上贡 说不对 等到量够的时候呢 不好意思已经14000了 有了 14000之后就有量了 对 你前面 10月27日跟我空单和补反省座座座 你多赚1000点以上 有耶 所以你在看成交量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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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用这种方法的 摟掉了 这个真的 打掉重链 回去重链 真的要重链 真的要重链 太不入门了 太不入流了 太不入流了 太老方法了 不是 那个就是 我不要讲 这个会伤害到一些前辈的 教科书裡面把它拔掉 就是 对啦 大家参考参考 与时俱进啦 其实投资不是因为股票的 或者指数的成交量上去了 其实成交量代表说 成交的金额有人有卖 有人有买有卖 他是一个总 对 但是成交量大的时候 不是就是买的人多 卖的人多吗 对啊 是啊 那就是参与的人多吗 那你觉得主力什么时候买的 量小他就买好了 对啊 早就买好了 就像老师一样 我不是 我们就便宜买 跟讲 跟讲 便宜买 对 我们没有什么利用 哈哈哈 对 有 努力毅力 努力 对 两利 好 两利 所以亲爱的老朋友 股票要先买在手上 要让在手里 不要看到成交量 也不要看今天到底是涨还是跌 今天指数就很平 没什么好看的啊 你明知道外资休假 你怎么会对指数有期待呢 是啊 你该期待的是 老师我们不多啦 今天涨个5%就好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嘛 是 量小好拉抬 究竟铁宝老师又锁定了哪些的好谷呢 不用猜 跟上脚步了 刚刚老师提到那一组 那一组 那一组很好玩啦 那一组很好玩 还来得及 赶快喔 应该明天早上都还有机会 所以今天在盘中距影 那我先讲喔 我明天如果真的发动速度快 我就是最后一次买 我不会再买了 因为早上去我就不追了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都还来得及 今天也许这两天是最final的时间了 应该是 赶快跟上脚步了 一样电话姐姐来自我拨通咯 节目中再次感谢Daeveho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谢谢影片话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跟进脚步 亮小好拉抬 YT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